10月22日,由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共同举办的主题为《消费欺诈如何影响美国的少数族裔研讨会》与线上举行。 在当天的会议中,FTC消费者保护局代理副局长莫妮卡·瓦卡。消费者和商业教育部门律师Rosario Mendes为大家解析了FTC刚刚发布的一份名为《服务有色人种社区》的报告。 该报告揭示了在有色人种社区消费者遇到的欺诈种类和方式以及对不同人群的影响。 莫妮卡表示,FTC的工作宗旨是帮助所有消费者避免受骗,以及让大家了解在市场中的权益。 过去五年中,基于他们亲身执法的经历和分析在案件中的消费者、顾客、数据库,还有其他人和机构所做的研究报告,以了解不同人在市场中的不同经历。 自2016年开始,FTC已经提起超过25起诉讼,针对少数族裔社区、诈骗领域涵盖包括买车、盈利性大学、冒充政府的人、学生债务减免、预付卡等。 最近,他们处理的包括亚马逊及金字塔式的欺诈案件,令大家很难与普通的消费欺诈形势联系起来,但确实令少数族裔群体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Rosario介绍了报告中提及到的各族裔遇到的不同的诈骗类型。 非裔和拉美裔群体占多数社群,报告和现金借贷相关的欺诈比较多。 拉丁裔遇到较多的骗局形式是冒充者、商业和工作机会,如有冒充来自政府、科技公司、技术支持的假电话,猎头公司要求付款去找工作。 有人告诉消费者必须要付费才能成立公司,但是承诺并没有兑现。 非裔群体报告较多的骗局是与信用卡、二手车销售、学生贷款救济、加入项目获利、付款形式相关。 涉及债务催收的欺诈比例则最高。 而亚裔社区则主要集中在虚假的健康产品、买车财务问题上。 FTC已经帮助166万人追回1亿680万美元的骗款。 未来,他们希望与社区值得信赖的合作方合作,加强执法、宣传和研究,并鼓励人们遇到欺诈行为可以向FTC报告。 FTC